我发现您贼高 您多高呀 我看我们学校 我是老长时间不穿这双鞋了 你没有输高 你这样都没有输高 是14 他很显格 那我多高啊 那我站直六点 他像一米八几的样子 很高很显格 腿长嘛 一个是腿长 另外一个他非常挺拔 就是人到这个年龄 往往感觉到好像有点发堆 但是你会发现 它是很直的 他跟我嘟囔 他紧张 有点紧张 你别紧张 咱都没看出来你紧张 冯狗那话咋说的 天生拉车大长腿 对 嘟起来一下 全是腿 对 就是这身材 就这长相 这气质 这谈吐 你紧张啥呀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段短片 来咱们看看我们男嘉宾的生活状况 20158号男嘉宾张先生 63岁 黑龙江人 李毅 临场干部退休 孩子已独立 大家好 我是张国志 今年63岁 现在定居营口 我本是黑龙江一村人 一直在黑龙江工作 在我考虑退休后 是否要回一村生活时 我的好朋友提议让我来营口养老 我来这边一看 瞬间就喜欢上这边的生活环境 再加上很多朋友都在辽宁 退休后就来这边定居了 如今我在营口已经生活三年多了 都说越是顾湘明 但是我因为太喜欢这里 而把他乡做故乡 我的生活很简单 除了自己的一日三餐 就是每天到公园去走一走玩一玩 偶尔也会和朋友们聚一聚 至于兴趣爱好 我喜欢唱歌 但是唱得不太好 而且也在学习游泳 在一个海边的城市居住 不会游泳那可太遗憾了 可即便把生活安排得再满 我自己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孤单 所以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寻找我下半生的另一半 爱的选择 我来了 想找到另一半的 年龄得多大呀 我想找到另一半 年龄在66年到58年之间 年龄大一点的建议不 弹得好也可以 得见了面再说是吧 对 你人长得很帅 而且你的爱好兴趣 跟我也挺相投的 我也喜欢旅游 也喜欢唱歌 我这人手很巧 而且就是说看到什么 就会做什么 比如说你会做什么菜 我看一眼以后我就会做了 会 这说的意思比较一下 就是别人做这个 木家活也好 大一会儿一头一大眼 我就会整 core 好难言 这也有点厉害了 木家活 我也会 我天啊 不是有一句戏词叫 心灵手巧 劳动热情高啊 劳动热情 刘巧儿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阿姨 不需要男人了呢 不 我需要 需要老年有个伴 需要有个伴 你好男嘉宾 我是三号 你好 你好 你给我感觉 就是特别憨厚 也特别诚实 因为我是66年 对你印象也非常的好 言外之意 就是符合你的年龄段的要求 希望你能关注我 好 谢谢 我是四号级嘉宾 那个男嘉宾长得很帅 是标准的东北男人 是条汉子 是条汉子 还经常回黑龙江吗 很少回去 有事的时候 回去的话 可以带个伴回去 那是求之不得 明白那意思 感人回娘家了 明白那意思 回去去回家串门去了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后面还背着一个胖媳妇 胖媳妇 这画面太美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